那我们可能在乡村主题 尤其在大梁山的乡村振兴上面还是做了一些探索 那可能也是获得了一些社会的认可 那我们在乡村振兴上面可能主要是两个主轴 一个主轴就是我们过去有一个产业 靠有感染就当大家脱贫致富 那另外一个主轴可能是我现在可能主要负责的 就是所谓的公益助学这个部分 那相对来这两个板块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主题 产业比较是能够带给当地的老人尊严 而我的部分呢比较是带给当地的小朋友希望 对那我们希望未来是能够结合这两者 能够甚至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回乡一起共同发展 那我觉得这样整个乡村振兴的 就是老中青三代都有各自的发展的主题跟主旋律 然后这样共同促进乡村振兴